今年4月,福布斯公布了最新的日本富豪排行榜。 资料显示,软银创始人孙正义,以240亿美元排在第二名,仅次于优衣库创始人刘景正。 众所周知,软银于1981年,由孙正义在日本创立,主要经营网络,电信在内的IT产业。 目前,该集团持有超300家全球主要IT、网际网络公司的多数资产。 其中,最成功的要数阿里与雅虎这两家公司,上世纪70年代。 孙正义在美国读大学期间,利用从日本引进的一种电子游戏,以及他发明的秀真、发声翻译器的专利,前后共赚取了200万美元。 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。 80年代初,孙正义连毕业证都没拿到手,便匆匆回到日本继续创业。 用他的话来说,读大学不是为了拿毕业证,而是为了学习知识。 回到日本的第二年,他成立了软银,主要经营软体套装销售,并与日本多家专卖店和近百个软体从业者交易来往,并且拉来了东芝与富士通的进入。 规模快速扩大。 遗憾的是,由于经营不善,最终导致公司出现危机。 当时,孙正义退回了大部人的钱,他也因此因获得福。 不仅赢得了业界前辈的佩服,软银也开始声明确起,奠定了宝贵的信用基础。 孙正义痛定思痛,觉得之前的决定太过草率,事先没有认真做市场调查。 于是他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,进行大范围的市场调研。 他开始对几十个行业,展开了全面调查。 拜访各种业内认识,阅读一大堆书籍和资料,编制了一系列表格。 这个过程虽然耗费了他一年半时间,但成果斐然。 他以此为依据判断哪些行业,是适合自己投入一生的事业。 九十年代是网际网路萌芽的时期。 软银在孙正义的带领下,也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新纪元。 孙正义做了一个大胆而明智的决定。 给雅虎投了几百万美元。 没想到几年后,雅虎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网际网路公司。 这也为他带来了巨额的回报。 终于在2000年,孙正义登上了世界首富的宝座。 由于网际网路泡沫来袭,他的几百亿财富大幅缩水。 不过这对于他来说却看得很弹。 财富起起落落很正常。 彼时,马云正需要资金发展。 找上了孙正义。 两人一拍即合。 给马云投了2000万美金。 后来随着阿里的发展壮大。 孙正义又重回到全球顶级富豪行列。 软银的价值更是水涨船高。 根据今年5月。 软银公布的2018财年业绩报告显示。 全球实现营收达9.6万亿日元。 从比微增4.8%。 净利润为1.4万亿日元。 从比增长35.8%。 值得关注的是随住对外投入加大。 软银的负债也压力山大。 截至去年年底。 软银的负债约为960亿美元, 约合6630亿人民币。 虽然背负巨债。 软银也拒绝了华为更先进更便宜的5G通讯技术。 转向爱立系与诺基亚等公司。 这也让软银迎来更大的挑战。